各位早上好 欢迎嘉诚 2024年6月26号 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 为此皇城 早安你好 我是好商与头条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焦点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25号发贺电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向探阅工程 长额六号任务指挥部 并参加任务的全体人员 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长额六号在人类历史上 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是中国建设航天强国 科技强国取得的 又一标志性成果 20年来 参与探阅工程 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 弘扬探阅精神 勇攀科技高峰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走出一条高质量 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 探阅工程全体人员 做出的突出贡献 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习近平强调 希望科研人员趁势而上 精心开展月球样品科学研究 接续实施好升空探测等 航天重大工程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向着航天强国目标 勇逸前行 为探索宇宙奥秘 增进人类福祉在理心工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新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观看嫦娥6号任务返回器 着陆回收情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5号下午2点07分 嫦娥6号返回器 携带月球背面月壤样品 准确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岐 预定区域工作正常 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 嫦娥6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13时20分许 嫦娥6号轨道器与返回器 在距南大西洋海平面 高约5000公里处正常解锁分离 轨道器按计划完成轨道规避机动 返回器首先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 冲向地球 再进入大气层后 通过半弹道跳跃式再入返回技术 重新跳出大气层 再以较慢的第一宇宙速度进行降落 降到距地面约10公里高度时 返回器打开降落伞 完成最后减速并保持姿态稳定 随后准确在预定区域平稳着陆 负责搜索回收任务的 发射场与回收系统技术人员 根据北京中心通报的落点位置信息 规划行动路径开展返回器搜索 及时发现目标 确认返回器状态正常 有需开展回收工作 根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报告 嫦娥6号返回器 已经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 现在我宣布探阅工程 嫦娥6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按计划回收后的嫦娥6号返回器 在完成必要的地面处理工作后 将空运至北京开舱 取出样品容器以及搭载物 国债航天局将择机举行交接仪式 正式向地面应用系统移交月球样品 后续开展样品储存 分析和研究相关工作 凤凰日视综合报道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介绍 中方将于6月28号在北京举办相关纪念活动 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纪念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总理主持 而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也将会出席午餐会并致辞 纪念活动将聚焦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 包括纪念大会和随后举行的午餐会及分论坛 世界多国前政要专家学者 友好人士 媒体和工商界代表将应邀出席纪念大会 并分别在午餐会和分论坛致辞发言 我们期待与会代表围绕纪念活动的主题充分讨论 坚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初心 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危机挑战 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汇聚智慧和力量 下期的点要关注的是韩国军方26号表示 朝鲜当天清晨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的弹道导弹 但是最后发射失败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侦测到这次的发射 但没有透露详情 而军方正在分析导弹的型号 飞行距离等具体参数 日本海上保安厅也表示 朝鲜发射的飞行物相信是一枚弹道导弹 而共同社报道 导弹已经是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 没有造成伤亡 而朝鲜本周曾经批评 美国核动力航母罗斯福号 准备参加与韩日的联合军演 这一次的发射是在朝鲜战争74周年纪念过后一天 而近期朝鲜向韩国释放数以百计的垃圾气球 并加强朝韩边境防御工事的建造 朝鲜今年的导弹发射活动依然频繁 从1月到5月都有发射导弹 其中在1月更是先后进行了四次施射 朝鲜5月30号从顺安一带向东部海域方向 发射了多枚大型600毫米火箭弹 火箭弹据报飞行约350公里之后跌入海 同月17号也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 在4月2号和22号分别进行了新型中远程高超音速导弹 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弹试射 3月18号发射了疑似为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 而在2月2号和14号也试射了新型地对空导弹 和鱼鹰6型海军新型地对舰导弹 在1月份有四次试射 包括箭矢2型战略巡航导弹 火箭331型潜射战略巡航导弹 以及中远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 好 下一节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稍后见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25号音约同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通电话 王毅表示希望欧方奉行理性不实对华政策 要确保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西亚尔多也表示 凶方愿意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 推动欧中增进理解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摩擦 王毅应约同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通电话时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成功访凶 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共同宣布 将中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前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方愿同匈牙一道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推动中兄关系继续走在中欧关系前列 王毅祝贺匈牙即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强调中方一贯支持欧盟战略自主 视欧方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合作伙伴 希望欧方奉行理性务实对华政策 秉持开放立场 同中方相向而行 确保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相信兄方将为中欧良性互动 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西亚尔多表示 兄方愿意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 推动欧中增进理解 提升合作效能 反对保护主义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贸易摩擦 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看法 王毅表示 世界需要更多客观平衡建设性的声音 中方愿继续同所有志同道和国家一道 不断积累和平因素 为最终实现和谈而不懈努力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右侠25号 是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沙塔拉伯 国防大臣哈利德 国防部长董军同一天与哈利德也举行会谈 张右侠在会见时说 中沙两军战略互信持续深化 在军兵种交流 人员培训 连演连训等领域务视合作 富有成效 中方对同沙军合作持开放态度 相信两军友好互利合作 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哈利德说 沙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两军各领域务视合作 为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董军在会谈时说 中沙两国在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站在一起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及时沟通协调 有利捍卫了共同利益 两军应构建更高互信 更加务实 更可持续的军事合作格局 哈利德说 沙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 把两军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会谈前 董军为哈利德举行欢迎仪式 并陪同解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秘鲁总统伯鲁阿尔特25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他在25号搭乘高铁从香港抵达深圳 开启他的首次访华之旅 伯鲁阿尔特在25号傍晚搭乘高铁抵达深圳福田站 深圳是伯鲁阿尔特的访华行程第一站 他将会参访在深圳的华为 比亚迪等多家中国企业 随后前往上海 苏州 北京等地 探寻同中国更多更深层次的合作机会 至于接载危机解密 创办人阿桑奇的私人飞机 在25号晚间现在已经离开了泰国 已经在26号的早上抵达塞班岛 他将会在当地的联邦法院要出庭审讯 据报阿桑奇与美国司法部是达成协议 也承认一向是串谋取得 并且公开美国机密国防文件的控罪 换取不需要引渡到美国 美国司法部寻求将他判监62个月 这与阿桑奇在伦敦已完成的行期相等 所以务须再引渡到美国坐牢 可以获准恢复自由 返回家乡澳大利亚 阿桑奇抵达塞班岛的法庭听取判刑 他没有回应记者提问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的阿桑奇 24号获释离开英国的监狱后 达成私人飞机离开英国 并且在25号下午抵达曼谷的 朗曼国际机场 在补给燃料和食水之后 当天晚上飞往塞班岛 那么阿桑奇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协议 美国政客对此有什么反应呢 另外这件事情也引发对于美国新闻自由的广泛探讨 那更多有关美国方面的焦点新闻 今天我们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飞飞 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飞飞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长自祥一早上好 我们说美国政治光谱两端的人 在绝大多数议题上的看法 也是极其两极化的 但是在阿桑奇的问题上 美国极左和极右的政客 却罕见地站在了统一战线上 对他给予同情 那么华盛顿邮报纸 包括自由派的左翼学者 康奈尔·韦斯特 包括极右翼的国会议员 马乔利·格林等等 都是对阿桑奇重获自由表示欢迎 那保守派议员马西 则是公开批评 奥巴马、特朗普以及拜登 在任期内都寻求指控阿桑奇 那目前他们都没有就此置评 不过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对阿桑奇的认罪协议 是表示了不满 称他威胁了美国军队的安全 应该背叛更严厉的处罚 而不是躲过在美国的牢狱之灾 另外呢 纽约时报是关注这份认罪协议 对美国新闻自由的复杂意味 有时分析文章指 一方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对于自由媒体的界定 一项重要的原则 就是曝光政府希望压制的信息 那如果法官在周三 接受了这份认罪协议 那么将意味着 美国历史上首次 因为搜集和公布 政府认为的秘密 将会被视为犯罪 这将对于新闻记者 尤其是报道涉及 国家安全的记者 释放威胁的信号 但是呢 从另外一方面 因为阿桑奇个人同意了 这份认罪协议 没有提起上诉 没有去挑战美国间谍法 对于它的行动是否适用 从而避免了最高法院 对于第一修正案 所界定的媒介自由 做出一个可能更窄的界定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份认罪协议 又留下了一个 有待权势的地带和空间 那以上的就是 美国舆论方面 对本案的一些关注 称字相译 好 再一次谢谢飞飞的最新连线 我们就详细来看 维基解密网站的创办人 阿桑奇 与拜登政府达成 无需引渡到美国的认罪协议 为这一场美国司法部称为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机密信息 泄露案之一的案件 画像句号 我们就来了解阿桑奇 他到底是什么人 而且这一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现年52岁的阿桑奇 出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8岁时父母离异 随母亲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 之后他迷上互联网 还组建黑客组织 多次入侵美国国防部等政府网站 2006年阿桑奇创办维基解密网站 2010年维基解密 曝光大量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期间 美国的外交电报和美军机密文件 揭发了美军战争罪行 其中一段驻伊拉克美军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射杀记者和平民的视频 广为流传 危机解密 名声大噪 阿桑奇随即深陷官司 美国对他提出17项间谍罪名 和一项不当使用电脑罪名的指控 同年11月 瑞典警方指控阿桑奇 涉嫌在瑞典逗留期间 性侵两名女子 当时身处英国的阿桑奇 遭英方逮捕 2012年6月 保释期间的阿桑奇 进入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 寻找政治庇护 一直到近7年后的2019年4月 俄方以干涉内政为由 驱逐阿桑奇 并邀请伦敦警方将其逮捕 5月 阿桑奇因违反保释法 被判入狱 随后 美国以维基解密公布 赦美机密文件 危及他人生命安全为由 要求引渡阿桑奇 2021年1月 英国一家地方法院 做出裁决 拒绝美国引渡要求 同年12月 英国高等法院 做出裁决 允许美国政府 引渡阿桑奇 2022年4月 伦敦威斯敏斯特 地方法院 发布引渡令 正式批准 将阿桑奇引渡至美国 6月 时任内政大臣帕克尔 批准引渡 阿桑奇方面 随即提出上诉 要求推翻决定 今年3月 英国高等法院决定 暂缓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 并要求美国保证 不会对阿桑奇判死刑 5月 高等法院裁决 阿桑奇可继续在英国上诉 自2019年4月入狱 到2024年6月 重获自由 阿桑奇被关押在 伦敦安保级别最高的 贝尔玛市监狱 62个月的时间 这也正是 美国司法部检察官 在认罪协议中 对他提出的刑期时长 红红文室 综合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25号表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和俄罗斯国防部长 别洛乌索夫通电话 奥斯汀强调 在俄乌冲突持续期间 保持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 别洛乌索夫也警告奥斯汀 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可能会导致升级的危险 那么这一次也是 奥斯汀在去年3月 与时任的俄罗斯防长 绍一谷通话之后 首次与俄罗斯 新任的防长通电话 我们就来详细跟进一下 俄乌战士最前线 俄乌在25号再次交换战俘 双方各有90人获释 俄国防部称 阿联酋在此次交换当中提供了协助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公告称 当天有90名被关押的俄罗斯军人 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返回 他们将乘坐俄罗斯空天军的运输机 飞往莫斯科 在俄罗斯国防部的医疗机构 进行治疗和康复 而作为交换 俄方交还了90名被关押的乌军人员 乌克兰总统泽雷斯基 也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宣布 90名乌军士兵回到乌克兰 其中包括乌国民警卫队 海军陆军边防部队的士兵 俄罗斯媒体25号是报道 乌克兰对塞瓦斯托波尔海滩袭击的新细节 指出乌军的导弹装置 是设置在一艘货船上 而货船在袭击之后 已经返回了敖德萨港口 并且卫装成为其他的船只 而军之后是使用滑翔炸弹 攻击乌克兰哈尔科夫方向的乌军整地 详情来看我们记者发自前线的报道 6月23号 乌军乡塞瓦斯托波尔发射了 5枚美国阿塔斯姆斯远程导弹 其中4枚导弹被俄军防空系统击落 其中1枚导弹改变了飞行路线 并在塞瓦斯托波尔港海滩上空爆炸 爆炸造成5人死亡 120多人不同程度受伤 俄罗斯专家和分析人士称 塞瓦斯托波尔袭击事件发生后 俄罗斯将开始对应报复行动 周二 社交网络上已经出现多段 俄军使用三吨重的FAB300M54重型航空炸弹 袭击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阵地 据悉 这些炸弹以前没有被死过 阿富杰 尼富卡 可以看到记者下面的这个炸弹坑 大概有25米多长 10多米深 这就是俄罗斯军队广泛目前在 顿巴斯前线使用的FAB的巨型的炸弹 估计这个是FAB500或者是1000炸出来的这么一个深坑 FAB系列各量级的炸弹冲击波 可将地面坚固的混凝土以为平地 也能够轻易地使地下掩体倒塌 这种爆炸所造成的心理因素更为强大 当这种弹药在相对较远的地方爆炸时 战情人员生理机能的条件反射 使一切都在摇晃 空间感知短暂会丢失 但是FAB系列炸弹也有诸多的缺陷 这类无导引式自由落体滑翔散炸弹 由于其外壳较薄 使得运载飞行器必须减速到400到500公里时速时 才能投掷 否则炸弹很可能因为操压而提前解体爆炸 凤凰卫视卢宇光 一万拉曼·乌纳 阿夫杰耶夫卡的报道 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 于25号对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 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发出逮捕令 指控这两人犯下了国际罪行 俄方现在回应 他说俄罗斯不是国际刑事法院 基本文件罗马规约的第五约国 所以这法院的裁决对其无效 国际刑事法院三名检察官 指控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在2022年10月10日至2023年3月9日期间 对俄罗斯武装部队向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进行的导弹袭击负责 并对附带造成的平民伤害负有责任 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 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是针对基辅企图破坏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和能源设施的回应 俄方还指出对邵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的逮捕令无关紧要 这是在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的框架内作出 这两份逮捕令也使得被海牙通缉的俄罗斯高级官员增至6人 此前国际刑事法庭已对普京和儿童事务监察员别罗瓦等多个人士发出了逮捕令 客公认为俄罗斯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也不承担此规约规定的任何义务 在法律上来看属于无效 随后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对发出逮捕令的法官提出了诉讼 布鸿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欧盟成员国外长25号在卢三堡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举行首次政府间会议 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 乌克兰副总理却率领乌克兰代表团 出席会议这也标志着乌克兰开始调整 其法律和标准用以符合欧盟的要求 欧盟成员国外长周二在卢森堡召开会议 正式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 瑞典欧盟事务大臣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 表示这是迈向扩大和统一的欧盟的第一步 但他也表示说尽管谈判已经启动 实际的谈判过程还需等待多时 根据欧盟法律法规 欧盟成员国候选国必须在35个政策领域 实习法律和标准与欧盟保持一致 这些领域包括货物自由流通 渔业 税收 能源 环境 司法权利和安全等 乌克兰与波兰 斯洛伐克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接壤 如果加入欧盟 将成为欧盟最大的成员国 欧盟重心将进一步向东转移 作为最大的粮食生产国 乌克兰的加入将对欧盟农业政策产生重担影响 摩尔多瓦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申请加入欧盟 并在四个月后获得了候选国地位 乌克兰希望在2030年加入欧盟 但首先需要进行数十项制度和法律改革 重点包括反腐败措施 以及对公共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广泛改革 此次政府间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在通往欧盟成员国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为实现其欧盟成员国的梦想奠定了基础 王会是李萌威莫也法国巴黎报道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 针对近期日益升级的 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冲突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会见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时表示 美国正努力促成以离达成外交协议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另一方面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哈尼亚的妹妹遭到乙军袭击死亡 哈尼亚的家人表示 对她的家人发动攻击 不会让哈马斯改变立场 任何不能保证加沙停火 和乙军全面撤军的协议 都是被拒绝的协议 正在美国访问的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25号抵达五角大楼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 会谈中奥斯汀表示 黎巴嫩真主党的挑衅举动 可能会将以色列和黎巴嫩人民 拖入一场他们并不想要的战争 这场战争对双方无辜平民而言 将是毁灭性的 他指出 美国正加紧努力促成一项外交协议 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加兰特也表示 正与美方密切合作 以达成协议 让以色列北部重归平静 另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25号证实 加兰特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 也表明以色列更愿意 通过外交途径 解决以离边境冲突 已经25号轰炸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在加沙城西部沙提纳民营的住所 造成10人死亡 当中包括哈尼亚的妹妹 哈尼亚在妹妹被杀后发表声明 表示任何不能保证加沙停火 和已军全面撤军的协议 都是被拒绝的协议 他还强调 如果以方认为对他的家人发动攻击 就会迫使哈马斯改变立场 那是痴心妄想 另外美国耗资2.3亿美元 在加沙海岸建造的漂浮式临时码头 经过数次维修后 日前再度投入使用 美国军方25号邀请媒体参观这一设施 这也是国际媒体首次在场目击 码头运作情况 在美军士兵指挥下 装载着人道主义物资的卡车 从船上驶向岸边 在海滩上卸下物资后再返回船上 由这艘船带往停靠在海上的大型货船 重新装载物资 有美国陆军官员表示 这样的运输流程 每天可以进行至少5次 美军呈通过这一方式 已向加沙运送了6200吨援助物资 复后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伊朗总统大选将在28号举行 随着伊朗总统大选临近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25号发表讲话 要求民众积极投票 以高投票率战胜敌人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 当天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盖达尔节 哈梅内伊会见了来自德黑兰 吉兰省等地的数千名民众 并发表讲话 哈梅内伊说 伊朗大选将面临一场考验 他希望民众以最大程度的参与 选出最有资格的候选人来战胜敌人 哈梅内伊还希望人们在选举中 表现出较高的投票率 让敌人找不到借口来谴责体制 谈计划 你不能选择 哈梅内衣还建议候选人 必须保证 如果他们当选 必须保证挑选的团队人员 不是那些反对体制 对美国有好感的人 在总统莱西去世后 伊朗6月28日举行总统大选 近6100万选民将选出新总统 但有分析人士认为 2021年总统大选投票率为48.8% 2024年议会大选投票率仅为41% 因此此次大选投票率可能偏低 黄卫视 郑开里日穆森 德海兰报道 那么在伊朗今年的总统选举当中 经济问题也是选民最关注的话题 来看本台记者 从伊朗大选的前瞻系列报道 自从美国2018年推出核协议 伊朗遭受西方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国内经济一直停滞不前 民众生活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根据伊朗官方数据 这一年来通货膨胀率接近40% 里亚尔不断贬值 普通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不到200美元 不少民众对政府感到失望 2022年 一女子阿米尼之死 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2021年的总统选举和2024年初 举行的议会大选 投票率都创地势新低 这次大选 谁能带领经济走出销铁 改善经济民生 遏制通货膨胀 成为胜负的关键 为了争取选民支持 六位候选人都分别将改善经济和就业 作为自己的主要竞选口号 分析师认为 货币贬值 物价飞涨 失业率高持不下 改善经济民生 是伊朗总统面对的主要挑战 第四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对 Ukrainians 因此 经济持不下 都长了一件事的货币 货币货币了 所以 谁觉得以为 平常安排人 货币货币的政治货币 就是一个不可能的金融 货币的法事 这位人会有非常高兴的机会 突然生成为了选举 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美伊关系改善 制裁和经济难题就会得到解决 但在伊朗美伊关系一直是无法跨越的红线 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候选人 都避免谈到这一话题 今年的大选与以往不同 有改革派人士参加 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选民参选 也有可能使大选有更多的变数 但无论谁当选都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特别是如何迅速改善经济民生 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可能是政府面临的棘手的挑战 方卫视里面这一看穆森的海岸报道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 他已经锁定了竞选搭档人选 而美国媒体分析 最有希望成为特朗普副手的三个人选 分别是北达科他州州州长伯古姆 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 以及佛州参议员卢比奥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7月 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之际宣布竞选搭档人选 特朗普在上周末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但暂且保密 特朗普还表示 这位副总统候选人将于27号出席 他与拜登在亚特兰大举行的首场辩论 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称 目前特朗普竞选搭档的三位领跑者 分别是北达科他州州州长伯古姆 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 以及佛州参议员卢比奥 他们和其他多位共和党议员 都将在27号前往亚特兰大 与特朗普共同出席一场筹款活动 据悉多位潜在候选人 已经收到了背景审查材料 分析指出 伯古姆 万斯和卢比奥 都来自关键摇摆州 并且各具优势 也受到不同团体的支持 伯古姆拥有雄厚的财力 她从商界进入政界的轨迹 与特朗普相似 并且与特朗普私交密切 39岁的万斯 则被视为美国优先运动的 下一位代表性人物 另外 福州参议员卢比奥 可以帮助特朗普 吸引拉丁裔选民和温和共和党人的支持 特朗普的高级竞选顾问休斯表示 特朗普选择副总统人选的首要标准 是强有力的领导力 他将有能力在下一个四年任期结束之后 再担任八年的美国总统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把镜头转到肯尼亚当地民众连日示威 抗议当局计划要大幅加税 在首都内罗币示威25号演变成为暴力冲突 而警方向试图冲击议会的示威者开枪 造成至少有五个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肯尼亚总统鲁托发表全国讲话 形容当前的示威是叛国行为 威胁国家安全 在首都内罗币 示威者闯入议会大楼范围 有军车遭到纵火 周边道路有多具尸体 倒卧在血泊之中 肯尼亚人权委员会称 警方用实弹向示威者开枪 肯尼亚国会当天 正在审议增税法案 示威者闯入参议院议事厅 大肆捣乱 试图迫使议会关闭 所有议员下台 警方最终将他们驱离 而正在开会的议员 也经地下隧道撤离 警民冲突也在内罗币市中心的街头上演 防暴警察释放催泪瓦斯和水炮 试图驱散民众 示威者四处躲避 多名示威者被捕 内罗币市政厅 以及内罗币首长办公室 也遭到示威者冲击和纵火 内罗币的天主教主教座堂 搭建了医疗帐篷 为示威者提供治疗 但警方拒报向高举双手的医护人员开火 多名天主教主教谴责警方实施暴力 同时呼吁年轻人保持和平 肯尼亚当局已减少国家经济赤字 自己自足为由 早前提出对包括面包等一系列商品 大幅征税引起民愤 指总统鲁托违背了减税和降低生活成本的承诺 鲁托随后让步撤回部分征税项目 但仍有民众走上街头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同父异母的姐姐 也参与了示威 遭遇催泪瓦斯的奇迹 除首都内罗币外 在肯尼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 西南部城市埃尔多雷特 也都爆发了示威 中部城镇内里有人趁火抢劫 反对派领袖奥廷加 呼吁立即无条件撤回法案 鲁托当天发表全国讲话 称有组织犯罪团伙 其接了加设的讨论 肯尼亚的民主 法治 以及宪法机构的完整性 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 他形容当前的示威是叛国行为 冲击议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他以下令调动所有资源 不惜一切代价 确保同类情况不会发生 国防部长表示 以调动军队支援警方 增税法案目标是 增加额外27亿美元税收 代三读通过后 交与鲁托签署 鲁托也可以把他送回议会 英国 美国 德国等国发表联合声明 对肯尼亚局势深表关切 敦促各方冷静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非盟委员会主席马哈马特 也呼吁举行建设性的对话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位于韩国经济道西南部的城市 华城市锂电池工厂 24号的上午发生大型火灾事故 大火到25号的上午才被完全扑灭 涉事工厂公司的董事长 25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对这起事故的发生表示哀悼和歉意 韩国当局收拾了最后失踪者的遗体及遗物 遗体送到华城市的避泥馆 游子死亡人数增加到23人 其中使7人是中国人 5名是韩国人 一个是懒窝人 由于收拾的遗体毁损程度很严重 韩方计划将进行基因检查 工厂公司的董事长前往火灾现场 向遗述以及国民表示道歉 哀悼说 这次事故造成了很多遇难者 公司会尽最大责任 给遗难者和遗述必要的支援 为了查明事故原因 以及防止再次发生等呼吸措施 将全力以赴 他还指出临时外国劳动员工 并不是非法劳工 公司对他们提供定期充分的安全培训 而工程内到处都有 韩文 英文 中文的紧急避难手册 韩国警方说 这次火灾在二楼开始 华盛世故当时 遇难者对锂电池成品进行验收包装 按照工程上的特征 女性劳动者比较多 火灾发生时 遇难者试图扑灭 但失败了 之后遇难者逃到出口的反方向 因此造成了很大死伤 凤航卫视金之贤 韩国经济道华城市报道 下一节关注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 在周二走出分化行情 标普白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终止三连跌 零售巨头沃尔玛管理层表示 第二季具有挑战 拖累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回落 结束五连涨 道琼斯工业指数 收报在39,112点 跌了299点 跌幅0.76% 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 17,717点 涨220点 涨幅1.26% 而标普500指数 收报在5,469点 涨21点 涨幅0.39% 来看助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周二收盘 华尔街三大估值涨跌户线 那英伟达基市值 蒸发数千亿美元之后 在周二是反弹了6.8% 从而提振科技板块 那纳指在三大估值当中临涨 科技股芯片股的买盘占据 上风 包括Meta Alphabet涨超2% 费城半导体指数涨1.8% 那标普11大板块 就以通讯服务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 而地产和材料板块则是领别 其他个公司方面 我们关注加年华邮轮受涨8.7% 公司二季度财报纽亏为盈 是提高了全链盈利指引 其他邮轮股也受此提振 包括诺维镇邮轮受涨5% 皇家加勒比涨4% 另外Fedex盘后一度涨15% 那么这一家运输巨头财报超预期 并且是上调了全年的盈利指引 是提振了股价 另外美国电动汽车品牌Rivian 股价是收涨超过8% 盘后又一度拉升超过40% 公司宣布大众汽车将会斥资 高达50亿美元 和公司成立一家电动车的软硬件 合资公司 这是提振了Rivian的股价 其他资产方面 国际油要价格跌1%左右 布伦特原油跌至每桶85美元 德州青铁油跌至每桶81美元 黄金期货的价格是 跌0.5%至每盎司2330美元 风浩卫视 陈飞飞纽约报道 在25号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表示 中国不会放弃美国市场 依然愿意和美国 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加深合作 随着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 中国外贸格局正发生改变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比 已达到56.7% 超过发达国家 美国也成为继东盟 欧盟后 中国的第三大出口地区 中国贸作会会长任洪斌 在周二的论坛上强调 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 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不会放弃美国市场 我们依然愿意和美国 在贸易和投资里面加深合作 因为中美的贸易 大家都知道 它的本质是合作共赢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美国在中国有7万多家企业 8万多个项目 每年的利润500亿美元 所以同样 中国在美国也有很多的投资 所以中美之间的贸易也好 投资也好 是分不开的 产业链供应链是高度融合的 有中国企业代表 以自身经验指出 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行政手段 和非市场规则的力量 来改变全球贸易走向 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以往的话 我们是从美国购买零部件材料 然后在中国生产产品 再输出到美国 这个条贸易路线效率是最高的 美国在几年前 对中国产品加税 那我现在的路线是变成 我还是要从美国买这个芯片 买材料 然后在中国做成核心器件 然后到越南 到墨西哥 到印度尼西亚 去生产出产品 然后再输出到美国 但是对美国消费者 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种贸易路线的延长 一定增加成本 是吧 所以美国的通货膨胀 可能是和美国的政府的这个政策 是有点关系的 李东升也指 中国企业不仅要将产品卖到海外 更要在当地投资 创造就业 支持当地产业链的建设 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凤凰卫视 送一件徐一轩 大连报道 香港政务司司长 陈国基在15号 访问上海 在政商民各层面 促进互港两地的交流合作 陈国基表示 殷切的期待 互港两地继续贯彻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 推动更深层次 更广领域 以及更高水平的交流合作 为国家高质量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陈国基此行 是与上海市副市长陈杰会面 讨论护港 共同关注的事宜 随后陈国基到 香港特区政府 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 听取同事的工作汇报 并且与在此办实习的 香港学生聊聊天 他就鼓励 住户办继续用好 线上线下的平台 推动香港与华东地区的 交流合作 向内地民众 讲好香港故事 加强联系和支援 身处内地的港人港商 期间陈国基也出席 Hello Hong Kong的活动 与沪港两地文创产业的 持份者交流意见 他就鼓励两地的同业 要加强联系 拓展合作 共同助力 国家文创业 高质量发展 再来看到内地长江中下游地区 持续的强降雨 多地水库 河流水位超紧 黑龙江省乌苏里江 松花江等流域 也出现殉情 预计未来三天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梅雨仍将持续 受连续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 25号上午 富春江富阳段水位达8.24米 超过警戒水位 当天杭州富阳区新沙 五丰两岛的一千余位居民 被分批紧急转移 此外 位于杭州的高铁富阳站 富阳西站 铜炉站 铜炉东站 千岛湖站 建德站 也因暴雨停运 浙江新安江水库 及千岛湖 24号晚 增加至7孔泄洪闸泄洪 目前 水库仍处于高水位运行状态 25号晚 千岛湖平均水位值达105.72米 非常接近汛县水位 从航拍画面可以看到 千岛湖边 公市民游客使用的步道 已经被完全淹没 部分灵湖建筑出现渗水情况 其中人员 物资已被安全转移 周边的其他建筑 也已经做好防护措施 水库大坝泄洪 可能导致翘尾现象 即入湖口的水位高于霸潜水位 位于千岛湖入湖口的青苗村 就面临水淹的风险 当地政府已转移 可能受影响的人员及物资 持续强降雨 导致春安县 共1000多处农村公路 约120条村道受损 当地相关部门 已及时抢通主要道路 并做好应急抢衔准备 江西乐平多条河流水位上涨 部分村庄地势低洼处被淹 积水最深达1.4米 当地村民转移至高处 救援人员乘坐皮滑艇 挨家挨户展开救援 截至25号 乐平市有2.7万人 因暴雨受灾 受灾农作物约2000公顷 而在内地北方 强降雨同样导致 多条河流出现殉情 25号 黑龙江挠里河水位 超近0.68米 且有缓慢上涨趋势 当地组织人员24小时 对堤坝进行巡查 出动200余人的墙线队伍 和40余台大型机械 加高加固堤坝 另外 乌苏里江支流 慕林河 松花江支流 沃肯河等河流 发生超宝洪水 其中 沃肯河发生 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汛情还将持续 国家防总 已针对黑龙江省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